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的,我是一位医务人员 那经过我的了解呢,其实武汉当地的情况 因为我有很多校友都到武汉医院去了 很多进了红须的医生 他们收集的病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关系户 是上海某家二级医院的医护人员 我们单位作为医护医院的话 应该是全员参与的 但是参与过程中的防护措施其实是漏洞买出的 我打个比方,每个出入医院的人都需要量体温 那其实这量体温的体温机都是二十几块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的 因为正规的采购平台已经没有这个渠道 可以让你采购到专业的量体温的温度机 然后我们所采购的也是几乎是面子工程吧 然后每次量的体温都是三十摄氏度 那你说能准,能相信你吗? 我觉得不能相信你 依照我看,很多东西能说,很多东西不能说 其实都是政府,国内政府说的 我觉得言论自由还是很重要 我一直所说的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发表自己的言论的话 那所有的思维都是被 所谓的政府去控制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言论自由可以对,可以错 常人可以用自己的判断去对与错 但绝对不会去强制接受所谓的对和所谓的错 因为它强制我去做一些安全做事比较差的 我们医护人员每天只有一个 一人一个一次性口罩 而不是外科口罩 更别说N95 那些N95其实我们根本都看都看不到 每天排队领,上班领 那根据正常的情况 一个医用一次性口罩 大概是四到两个小时需要更换 但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更换的条件 那政府口口声声说 我们的物资充沛,我们的口罩充沛 连医院这种防治最应该需要严格的地方 却得不到任何口罩的防护 我觉得很危险 那媒体爆出来红职智慧 比如说像武汉的红职智慧 城乡的物资都到武汉去 但是武汉的医生 包括国内的某些网站论坛上都写出来 都要一个一个亲自到红职智慧门口里 而领的过程中 某些官员沉箱沉箱的可以把口罩防护措施的东西摆在车上 就直接拉走 甚至在网上有一段视频直接被拍到 我觉得这样很可悔 作为一个医护人员 我对他们其实是感到厌恶 政府 为什么要把这种物资这样去分配 各区大概有二到三个发热门诊 但是呢 这些有发热门诊的几乎别的病都不看 几乎 日常的病 我们处方 原先是两个礼拜常用量 现在的处方 基本上可以看三个月的量 也就是说变相的叫老百姓不用去医院 慢性病 是对他没有造成任何危险的 他发动全部的力量去看这次武汉病 那其实对有慢性病在身上的患者也是不负责 我呼吸内科的医生朋友 也有重症监护的护士朋友 那主要说说医生朋友 医生朋友是这样的 因为当初到武汉的时候 那个第一批上海区的时候 都是和当地治疗组一起进行穿插的 比如说十个医护人员一组 有三个是武汉当地 还有另外的是从北京广州上海援助的 那穿插的过程中呢 我的朋友是到红区去的 所谓的红区就是已经确诊了病患 那这些病患一个一个被进来的时候呢 都是有标注标签的 所谓的标注标签就是这个人是谁谁谁的朋友 这个人是谁谁谁的亲属 那我觉得能够进去救治的都是达官贵人或者是有权有势的 而真正的为什么武汉的人在封城之前或者封城之后想尽方是要逃出武汉 是因为他对自己对人性本身的那种求生欲望而导致 我所以一点都不会去认为为什么逃出来要害别的省或者别的城市的人 我觉得是他们得不到救治 所以我觉得很很上感 其实在普通的时候我因为是医院做的嘛 很多毛病都是要脱关系再去看到专家门诊 或者是说有很多权威的门诊 那普通人看病是几乎得不到很专业的很对待的 那在这次瘟疫爆发来呢 把这个事情扩大得更加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赤裸裸 我觉得很悲哀 如果单纯就良心来说我没什么可怕的 因为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所看到的事实 我没有去添油加出任何东西 我可以发誓 但是如果对政权对我来说的话 我可能会有点担心 我可能会有点担心 我看下来就把了ían充满的 这些惊аб症 我觉得这些东西 아니면不顶求 做出的